9月19日下午,北京中和国安队在工人体育场外场进行了本周的媒体公开课,奥古斯托、巴顿和朴城缺席了本次训练,训练后半段球队分成三组进行了对抗赛,持续约一个半小时的训练结束后,国安队源于大宝接受了媒体采访,记者,球队在心态上有时要调整。 于大宝,确实这两场比赛没有达到教练的预期,比赛中整体的防守出现了一些漏洞,球队在回到北京之后也做了总结,作为一个整体每一个球员都有责任,防守中出现问题大家应该一起承担。 记者,是否因为其他球队对国安了解的深入,实际战术的执行产生了困难? 于大宝,我认为球队的打法是由主教练不知的,作为球员就是全力以赴的执行。 比赛中出现时要样的问题是无法预料到的。 主场队延边复得和客场队广州复利的比赛很多时候都是由于我们的失误造成了丢球,之后球队也做了总结。 我们还是要以稳为主,不管之后遇到怎样的对手,我们都要坚持自己的打法。 记者,这两场比赛丢球比较多,有没有在防守上做一些针对性训练? 于大宝,因为这几场比赛丢球比较多,我们也看了丢球的录像,很多是我们自己失误造成的失分。 就像我们进攻中失误被对方打反击的丢球,很多时候因为我们注意力不集中或体力下降而丢球,无论进攻还是防守,我们都应该作为一个整体来完成,这样才能在比赛中更进一步。 记者,刚刚主教练施密特表示球员们在争夺亚关系位中的压力很大,你感觉作为球员有压力吗? 于大宝,我认为还好,作为球员每一场比赛都要全力以赴去拼,遇到每个对手都想全力以赴去拿下,联赛还剩最后几轮。 我们与前几名球队的积分差距也不是很大,我们肯定还是打好每一场比赛去冲击亚关系位,现在还有无场比赛,被拉开的差距不是不能弥补,当然还是要看我们之后比赛的发挥。 如果最后以五连胜收关,我们进入亚关也不是不可能。 记者,本次训练前俱乐部邀请了记者参与球队食堂的试餐会。 你觉得运动员餐对球员恢复体能和对场上战斗力有多大影响? 于大宝,作为职业球员,在饮食上肯定有很多注意之处,现在球队特意请来了专业的营养师来为我们配餐,让我们能在训练之余增加营养,有好的饮食和休息来让球员们更好的全身心投入到比赛当中。